飞雪连天射白鹿 孝叔神侠已避冤 金庸先生创造了一个荡气回肠的快意江湖 江湖 只要有人就有恩人 恩人就有江湖 人就是江湖 在这里不仅有刀剑如梦的儿女情长 更有侠肝义胆的豪情万丈 我们痛饮之后就放手大虾吧 先生手中的一支笔 点燃了无数人青春年少时的英雄梦想 今晚我们重回热血江湖 致敬金庸不朽作品 有请王牌家族 王牌家族还原金庸武侠经典角色 各位大侠呀两个万 还有介绍吗 扮演的是谁一亲二叔 是吗 所以是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真是没胳膊 我爹是黄老邪 我是黄小邪 在下太极张三丰 徒弟的儿子张无忌 剧中的无忌也是这么老的座派 王牌武林大会 金庸群侠队前来挑战 我的妈呀 金庸群侠一统加坡 我乔凤要去去谁也不能打 我最讨厌鲁公 可是为了能够多见表哥 所以我都会输入一些五零点击 以后欺负我的 我会十倍奉还 大家好 我是舅主 更有保读金庸经典的总观主 惊喜现身 怎么里边还有个赠品呢 是 你 应该是你 不是 这位阿凡提是告诉你 我这个角色没有什么经典的台词 但是我的武功动作一做出来 大家就知道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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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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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吸毒欧阳峰 大家好 我是美藏胡子的洪七公 峡谷柔情 中酒狂歌 大哥 二弟 三弟 三弟 太好了 我们三兄弟今天可以重聚了 范大哥 你又调皮了 姐姐 我就来 快快了 姐夫 哎 妹妹 姐夫 你还记得二子吗 二子来了 今晚 让我们在王牌对王牌 一起重新点燃心中的武侠梦 本期挑战共三关 美光获胜队伍将得到一本武林秘籍 最终能解开秘籍中的难题 并得到最高分的队伍获胜 最终胜者将获得一份神秘宝物 今天所有人来到这里啊 是因为我发起了武林大会 我们来争武林盟主之位 我个人也来了一个全新的升级 我要特别提醒一下杨大侠 一希记得在上期节目当中 你问我手中的兵器何时升级 此时此刻我要告诉你 我手中的就是你特别想看的 Vivo新机型Vivo X27 全新升级4800万广角三摄 还有超级夜景超级微距 拿着这款手机 你就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哇 真的吗 我冒昧地问一句 242526去哪儿 跳着出 27是非常完美的机型 好 那今天想问一下梁老师 您守护第一关的王牌是什么 这个叫金庸群侠传 好了 现在两队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马上进行的是个戏啊 比手画脚 但这次呢 比手画脚和往常不一样 全新升级就像Vivo的新品 X27一样 在这儿也特别想再问一下梁老师啊 这给我们重点考验的是 双方队伍的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考察 他们对金庸小说人物武功 这方面的理解 我举个例子 九云白骨爪 你把这手模拟成个形状 马上就是九云白骨爪 张无忌是你自己找死 而且我告诉大家 九云白骨爪不是假的武功 他的真名叫九云神庄 是武当派那个张松熙传下来的 现在在上海和温州还有传人的 第一环节叫做悬崖抢打板 腿抖啥 抖啥呀 姑姑 你都快把人悬崖做坏了 我不是 我脚有点问题 所以我怕一会儿下去崴脚 我跟孤儿总得有一个时间 里面的工作人员还怕崴手呢 里面都成孤儿 推不下来 推不动 请准备 第一轮挑战开始 四个字 他是一个武功 他是一个什么武功呢 小龙十八等 四个字 多少个字 四个字 四个字 对 第四个字是这些字 掌 掌 对 第二个字是 什么掌子 什么掌子 你那傻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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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神掌 跟我俩字是对的 神掌 第一个字是 盘腿神掌 腿 抬高 平 我给个提示 花花中过这个功夫 中过 对 玄冥神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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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好 啊 是 поним god 都 都不怕 哎 东方 啊 啊 不是 你们欺负我们这边香港的朋友 说话吗 我们前面全是香港的朋友 根本跟不上 现在可以了 来来来 四个字 踹 踢 打狗脚法 如来神 脚 不对 这是什么 第一个字 踢 脚 踹 这是几 一 哎呀 一什么 一灯大师 一灯大师 那是一灯大师啊 刚才 你们好歹做个这个 我刚才我做了 我就一个手啊 我 我有一种躺赢的感觉 下一题 来 三个字 铁 不用铁沙掌吗 铁沙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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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沙掌就不会说出来了 他练铁沙掌的人是谁 是谁 铁铁沙掌 哇哦 出了 前两个字对 前两个字 铁沙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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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沙掌掌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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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木山 天空照 寒冰掌 哎呀 你们踩点树 你们踩点 哈 哈 哎呀 七伤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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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哥如果有回放的话你看一下 你这个哈 哈 这后面应该是你比划的是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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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比到八了 不是 他打得真疼 而且他拿得也不是拳 不是 你得受伤 你演得跟金钟照一抹一样 打在你身上你哼 所在生第七下时候在伤 不是的 哥呀 七伤拳是好像是伤人先伤起 我以为前面那六拳是 我小龙女虽然不按事事 但是武功我都懂 好 来 继续猜 四个二一种功夫 哈 画骨绵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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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哈 哈 我说了画骨绵掌 我们说了画骨绵掌 等一下 我们说了画骨绵掌 对啊 普通话 普通话再来一遍 画骨绵掌 听不出来 听得像刮骨疗毒 对 我以为讲到了一个三国的故事 所以就看你们错了 好 来 最后一题 等会啊 四个字啊 四个字 哈 这是什么 玉女心惊 这是玉女心惊 因为咋干了吧 你们俩 再来一遍 哈 一贯银 什么双千 一贯银 说普通话 我是说普通话 一行换银 一行换银 不是 不是 最后一个在 一 一 天 天 天人和一 天啊 好 第一环节 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 你看 真的一点不夸张 看我哥累得一脸的汗 再看彭哥 像没有洞一样 就是 好了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来 我跟杨迪比 我和贾连姐来 来 挑战开始 我们两个人四个字啊 哎 哎 来来来 哎 哈哈 哈哈 呃啊 呃啊 哈哈 吃吃饱喝醋 我们都 嗯 嗯 哼 各怀鬼胎 漂亮 答对了来来来 我猜到了但是没来提 哈哈 就是欺负我们嘴慢 对呀 好 这样一会儿我们用粤语港好不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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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粤语粤 滚 你的坐姿是否太好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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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人 哼 哼 生气 哼 这个有点你演的有点太娘了 哼哼哼 哼哼 哼 分道扬镳 不抽不采 不抽不采 相望江湖 放情放弃 就这样 差不多那意思啊 我是正派 你是邪派 我是正派 他是邪派 我们 哼 那个什么 那个 正邪 是 是个两零 啊 答对 是个两零 答对了是个两零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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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在压着起不来了那块 哈哈哈哈 辛苦了辛苦了 哈哈哈哈 睡着了 哈哈哈哈 我帮你帮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最近赶了哥 最近涨飙了 哈哈 不是我做的好像重心太靠后了 彭哥 哈哈哈哈我一直以为撩不起来那个是我 哈哈哈哈 没想到我 过二 哈哈 让开 好下一题 四个字 形容那些边边角角的 嗯 彭哥可恶 三门斜角 我就是 差不多 小人 小人 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是数字 数字 哼 你们这些一刀两段 你们一个 你们这些 三六九斗 三头六倍 三头六比 三头九是对的 三九是对的 三九九流 三九九流 三十九流 嗯 乔峰说了一个三十九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华哥你好好说一下三叫九流 哈哈 三叫九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最后一题来 王语焉对段玉那真是 不是说好了配合也吗 哈哈哈哈 阿凡提 我对小龙你对阿凡提真的是 你说 去东边 我去东边 去西边 我去西边 跪下 不用 严 严 严天继场 好 他真的是 百一百顺 不对 他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来跳个舞 跳个舞 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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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急是吧 对这个罗一想就告诉大家还有下一轮 下一轮很有意思啊 听一下叫做情 严哥你来演好不好 第一轮我要求你切换的表演状态 是两个人物之间的 一个是东方不败 一个是谢迅 在点队的距离走里走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一刚一柔 他们花花不答题 也不干啥 就是在那耍帅 哎 第一次花花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那造型凹半天了 我怎么还不输啊还不输啊 啪突然输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滕哥 喜不人物 东方不败 来先入戏 哈哈哈哈 挑战 开始 啊 哈哈怎么了 四个字 四个字 第四个字跟我这个人 是一个字 独孤求败啊 对了 我对了你高兴啥 我也不是你 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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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说话 我来下一题 谢迅啊谢迅 四个字 进入角色 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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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突然演戏这么表面化呢 还是东方不外演的好 走心来走心 凶神恶煞 凶神恶煞 哎 好来下一题 谢迅啊 四个字 这个是什么 哈哈哈 这啥呀 龟 龟西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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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葵花老典 葵花老典 我棒棒你 东方不败 第三个字 一桌 腸 逃 蛤 花花肠子 天女散花 哈哈哈 你天女散花 这个是啥呀 哈哈哈 第四个字 钓 这样 第四字是浪啊 浪不应该是 天啊 哈哈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 咋放中了哎呀呀呀呀 疼住了 移花皆木 哎呀不是不是是在这个 若练此功的要什么了 拉手吹花 那他们可能真不知道 那你就下一个 你先说答案就下一个 你先说答案我特别好奇 梨花带雨 什么 梨花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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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演梨带雨就好了呀 你演东方不败干什么 你演那个带 你看啊 他梨花带雨 那个带雨好长似的 我已经 我已经泡 我都把长的泡出来了 这是什么呀 我来下一题 三个字 谢迅 眼皮肿开 狂野 这个是什么 这蜘蛛侠 这个是什么 蓝花植 最后两个字说的对了 第一个字是 蓝花之年 梦着似水 啊 简 这蜘蛛侠 要捏花水 哎 哎 这我去 哪 呃 妈呀 哈哈哈哈 哈哈 来 这是造型好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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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下一题 四个字 四个字 我真的很少看 武侠的东西 那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演 闻 狗狗狗 看 臭臭 好浪漫 好浪漫 哈哈哈哈 啥玩意儿啊 什么玩意儿啊 什么玩意儿 哈哈哈哈 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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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字 对了 我看出来了 兴 兴 兴兽大法 兴 兴兽老怪 兴兽老怪 兴兴 正确 哇 哇 厉害 这你都猜出来了 小宝 哈哈哈哈 够啊 四个字 四个字 我这个德性 是什么 东方不败 你这个德性 这个德性 东方不败的话 我就先演前两个字 哈哈哈哈 高材 我演的这个 是什么来的 带 带 这个呢 带头 带头 带头大哥 哈哈哈哈 我的妈呀 哈哈 带头 哈哈哈哈 厉害厉害 我真的都猜出来 厉害 带 好来 下一题 四个字 四个字 我先演那个 那个团伙的老大 哎 好 柯正恶 哎呀呀呀 江南奇怪 江南小事 哎呀 年朵微笑的花 哇 没记归 好 最后一题 来看看 第二个字是 这啥玩呀 这啥玩呀 了窄呀 了窄 这是龙 龙龙龙 飞龙 带电 哎 上天 哇 哦 我让乔大侠来展示一下 那一套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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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起 哎 这个 这个 这个啥是 神龙白尾呀 哦 神龙白尾 哎 大家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过儿 平时你自己站那儿还好 有乔峰乔大哥站那儿 你怎像个三教九流 我突然想问一下 海梅姐 你现在会不会用周芷若的词 让灭绝事态的身份来说 试试吧 因为现场我们是有一个无忌的 来 无忌来 突然Q到我 对呀 你不就是无忌吗 我给你现场找个 二十二年前的无忌 你对着无忌讲 好 过来 过来 感觉像个孩子 好听话的无忌 这是 纸若这是 唐若 我心中有愧的 哇 老弟呀 切换 切换了 切换了 倘若 我心中有愧的 张五计 吓得浑身发抖 好了 还有最后一轮 两个小龙女 不鼓来吧 其实不用 我一个人就能顶两个小龙女 哎呦 原好 原好 两位呢是人物角色当中的切换 一个很简单 就是小龙女 另外一个要切换的角色呢 其实很难把握 梅超风 好 孙伯伯 怎么有人在这哭呢 我只看过射箭人行转 那梅超风我印象特别深 梅超风最特别的是 眼睛 对 对 他是哪耳朵在判断 对 我看到那梅超风是什么呢 他给我最大的印象 他就没站起来过 是不是啊 你总是第一次走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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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对了 我现在我 我今天我爸也没超风好了 你现在帽子摘了就特效 啊 有点笑 哼 有点笑 哼 哼 哼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点衣服啊 哈哈哈哈 好 找这个感觉来演了 好好好 准备好了 开始 小龙女啊小龙女啊 好 好 四个字 头两个字是我的 头两个字是我的 头发 头发 对对 什么颜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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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这样子的 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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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白 黑 黑炫风 金毛狮王 对啦 漂亮漂亮 我们得厉害了 哦 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厉害厉害 杨迪 有什么叫 阿凡提 有什么了不起 只不过因为 小龙女不在那里坐着 哎呦喂 来来来 下一个下一个 快点 不让他们走 快快点 说说说 我现在是姑姑 哈哈哈哈 我是她的师姐 我是 李莫诚 对 漂亮 跳吧 跳吧 我跳吧 我还没有坐稳 我们现在连坐下的机会 都没有了吗 两个字跟金毛 唯小宝 不是唯小宝 我要唐诗 奥白 奥白 正确 哇 我一说唯小宝 你知不知道 啊 漂亮 下下下 下一个下一个 哎 K 哦 啊 你太厉害了 几个带几个带 不让他们坐了 我就直接送他们下去 五个字一个武功 张无忌的武功 全国道楼一 下下下下 下 哈哈哈 快下快下 K 厉害啊 厉害啊 五个字 头两头一个字 头两个字是什么 上面有很多 晚上才看见的 星星 对 第三个字是 一个方向 星星大法 几颗星星 一个方向 永远在这边的 北 对 飞动行星界 反过来 飞行星 靠 厉害00 厉害00 conservatives 阿凡奇 啊 想想 杨迪 你再来 我再来吗 你再来 刚刚时差了 对 毁在这个北斗七星寸我 对 来 没超过 五个志 夸歌 夸歌以前 演过一个电视剧 非常有名的 神雕险旅 射到一重转 花花抢答正确 好 答题结束 我觉得 顾顾明明就是 比划的厉害 比划真厉害 对 刚才一直让人家在那猜 顾顾玩得好开心 最终总比分获胜的是 王牌家族队 好了 接下来金庸群侠队 通过才艺的方式 向金庸武侠来致敬 你们可以从对方队伍当中 挑人来助阵 大哥选一个 对面 大哥选 对面那么多人 哪个看上了 挑最漂亮的 那个 就那个吧 胖头头 是 就他了 贾连 贾连姐 接下来一起来期待 金庸群侠队带给我们的才艺展示 天龙八步 北宋年间 丐帮帮主乔峰 以及结拜兄弟虚竹 段裕等人 平定战乱 行侠仗义 因此 他们的事迹 在江湖上流传开来 不过 却有不少人打着他们的名号 在江湖上 招摇撞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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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里是天龙武术学校吗 不好意思 中原才是天龙的总部 我们这里是八步 八步 对啊 天龙 八步 那我问一下 你们这个八步 是不是也是名师授课呀 那是当然 我们这个地方是师资力量最强的一个校区 只要你办一张VIP卡的话 段裕虚竹 二十四小时一对一的给你教训 哎呀马上那太好了 那这么说 我就能见到我梦寐以求的两位英雄了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在哪呢 我 在下真是虚竹 各位好 在下姓段茗玉 茗段玉 嗯 拉倒吧 我拉倒吧 我觉得你俩有点不靠谱 我不跟你们学了 我听我三舅妈说她认识王雨嫣 王雨嫣贼厉害 我找她学去吧 你不用走 我们这就有 雨嫣呢 雨嫣 出来 要谁要谁 朝慈白地彩云间 好似仙女下凡间 若问仙女叫什么 王雨嫣 王雨嫣 来兄弟交钱吧 搬卡搬卡 钱不是问题 那个我合计能不能帮我找一下 乔峰 让他给我交一下小龙十八掌 乔峰呢 你得这么适度 你换人换得也太贫了 就找乔峰了 找乔峰可以 没问题 加钱 这钱不这么多 加钱 找着就好指 他那二十六个 我们都说这个寿课 那今天礼拜几 今天礼拜四 二十 那个下周四 你过来 下周四过来 下礼拜四了 对对对对 那各位英雄我先告诉了下周四 我再过来 下周四啊 下周四啊 哎呀 你说这是扯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像咱们的就是那合计合计 嗯 现在咱们的人手啊 还有点撕步不开 你看看 找乔峰的还特别多 咱们谁扮乔峰呢 你这乔峰 老妹 啊 你三舅在家干啥呢 闲着呢 啥也没干呢 还戴个棉帽子呢吧 那可恶嘛 不行让你三舅来一趟呢 那不行啊 造谣状病 齐有其理 谁 谁在说话 你三舅 我三舅吗 三舅来了 三舅来了 这不是我三舅啊 哥 啊 这我不认识的 你谁啊 在上 乔峰 我明白了 哥 这是假扮乔峰过来应聘来了 对 对对对对 哎呦 天呐 还挺像呢 挺像挺像 这样 我通知你 面试通过了 下周四过来上班 好吧 来 你派胡云 是 你说他咋那么严肃呢 谁到了 同弟 你在这样子 我就对你不客气 哇 他对我不客气 有魅力 我打晃了 他说我不客气 我觉得可以 哎呀 你咋这么敢呢 真的顺出 这个这样 你就签了得了 你就说开个价 我们就签了 哎 告诉你们 我乔峰 不会跟你们接种人 同流合污的 干啥哥 你说 妹妹 你这样 嗯 他好像不吃我们这一套 你知道 用你曼妙的物资 美人气 去征服一下他 交给我了吗 嗯 可以 哈哈哈哈 大哥 来我们这上班啊 我来 多尴尬 人不理我 不尴尬 不尴尬 你跳个舞 就不尴尬了 music 慢妙一些 慢妙一些 哇哦 哎哟 看 看 看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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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现在才叫尴尬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我每次跳舞 男人都不为所动呢 你自己找找原因 我明白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他不是英雄 哼 妹妹 你不是美人 哥 干啥呀 行了行了 别跟他废话了 我看这个人是敬酒 不吃吃罚酒 直接跟他来大的 好 出招吧你 那就别管我 不客气了 好 跟他干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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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隔山打牛吗 这是隔 哥 你咋的了 没事吧 没事吧 哥哥哥咋的了 不是 是你聊得闲呢 他打我干啥呀 隔山打牛 不是我刚才看了一个 挺长的像壁虎 不是 也不瞎爬子 不什么东西 咬我一下 别瞎爬子 那个是龙 这打的是翔龙十八掌 这个人真的是乔峰 哈 没错 我乔峰告诉你们 今天 你们不管了这个黑店 就不会放过你们的 是这样 嗯 我们办的是你兄弟 知道你不好惹 我们没敢办你 是 我们办你兄弟 你管的事干啥呀 只不定人家还愿意呢 就是 你说你兄弟们又没来 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呀 喂 我们当然又来了 在下段誉 大理人士 想从法后驱逐 是在少林寺出家的 有没有 有没有 怎么办呀 大哥 二弟 三弟 大哥 你们怎么来的 我是听到 有人要毁了我们的名声 来了几个山寨货 所以来这里啊 一探就井 没想到大哥 你也在这里啊 我也是为此而来的 太好了 我们三兄弟今天可以重聚了 没错 这么多年 你们还记得我们当初 结伴的时候 我们讲什么诗言吗 三位记得 记得最好了 来 我说三圣教 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好高 一二三 全地前进 唯一一段子 完了 假的 假的 没有恶气 多年每一天 我们的默契也差了很多 想要想续了 大哥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把姐姐和山寨货给逮出来 收拾他们 对 等等等等 你说什么山寨货 我觉得你们三个才是山寨货 对吧 刚口号喊成那样 假的 那我们比试比试 看谁才是真的虚竹 比试比试 来出招吧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看 我们虚竹的武功就是这么厉害 我们两个如果打起来 北冥神功 整个店可能会被破坏 你这样 语焉 你先上比试比试 是哥 你咋好事你不找我呢 这时候你 你能有个天里头 你往前炸吗 你上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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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由我来跟你们比 哎呀 但是你们没有王语焉啊 谁说我没来 不会吧 来呢 大哥 你就是那个书呆子 我不是书呆子 神仙姐姐 我每天做梦都会梦见你的 是谁叫你姐姐妹妹这么称呼的 哈哈哈哈 我不好意思啊哥 雨燕了雨燕 你怎么会来的 断囊 我担心你我就来了 来得真好 那边有个胖胖的在冒充 哎呀 哎呀 你别说呀 姑娘 我们俩站在一起真的是 难分伯仲呢 哈哈哈哈 哎呀 我觉得今天等于是 哎呀怎么说的呢 不要 正 正品和九块九包油终一通框了 哥 你干啥呀 你这么说不伤人心吗 人家姑娘怎么也得算个高仿吧 哎 哎 姑娘 我劝劝你以后不要再做骗人的事情了 你应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嗯 如果你愿意 从今以后 我们就以姐美相撑 好啊姐姐 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他们好久没有见了 不如 我们下去给他们炒两个菜 让他们小酌一番 正可事宜 好好好 我会炖豆角啊 你呢 我会 我会炖顺菜 炖顺菜啊 嗯 你挺接地气啊 盛房有诈 大哥 我要不要去追他们 哎 不用了 兄弟们 过来坐 大树林们 我们 学武技能 一定要 你的福人 还是大哥说的对 对 只不过 今天聊了这个诗之后 我这个语言回答 我也要回去陪我的梦姑 大哥 三爹 今朝一别 不知何时再相见 前路茫茫 人歌一发 来 今天我们三兄弟 有机会重遇 就让我们来一个不醉无归 来 来 我们干了姐妹 好兄弟 好 干 干 这位兄台 请过来供饮一杯如何呀 哼 恭敬不如从命 我调侯与段玉 叠为意见兄弟 你把我传终 你把我传终 找我 你把我传终 闻了 你把我传终 都要 你把我传终 在下滚滚水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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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够走 你争承卖草 当时经典的场景 会是什么样的 给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好不好 过了那么多年 我都不知道我行不行 给我是鼓励可以吗 女人 你看你 段达 我知道 我以后 再也不需要相信流泪 我知道 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心流泪 当然不会了 就让那个慕容妇 当他的膝下驸马 而我和你 就长相逝守 我得你愿意 也算是只剩无憾 回忆当年还能想起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咱们在这儿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吗 我朝风一出场要打的时候 总是有音乐的 他们问我是不是在舞纸里面装了一些音笙 我刚才说 没有 我舞纸里面只有装油 我立刻补充一下气力 我告诉你们 我们这个戏呢 开头第一集的十分钟 我拍了一个多月 哇 每天就起码 刁钢戏啊 打 拍了四十天 为了一场打戏 一场打戏 拍了四十天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那个制作人跟我们说要去哪里拍 去五一山 没想到准备开机的时候 他说 哎呀 因为经费出了一点点问题 我们改去大鱼山 就是我们那个三岛那个飞机场 那个大鱼山 还有现场拍凌波一波的 所以我们想了很多个方法 就是钓威牙 钓钢丝 希望走起来 有一点的蜻蜓点水那种感觉 后来也是因为经费的问题 最后还是自己呢 我们就自己 哦 自己啊 好笑 反正人就不停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 就然后透过镜头的配合 就拍出那种 呃呃 凌波一波的感觉 其实你才是第一个魔鬼的步伐 啊 对对对 摩擦摩擦摩擦就是我了 这二十二年了 彼此在私底下会联系会聚会吗 那么多人那么多角色 都都都很少了 因为各有各忙 你说其他的演员几乎都没见过 其实我最最开心的就是跟了 阿姬嗯 在拍摄的时候 他就开心过 我们拍摄非常艰苦啊 每天都要打啊 睡眠不够啊 阿姬呢 见到我们这么辛苦啊 他他都每天都要非常开心心情 跟我们开工的 嗯 到我们开心啊 讲讲笑啊 对对对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李国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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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莫子 对 大家的关系也非常好 可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 很少都见到 那包括比如说您在剧中的这个父亲啊 段正琳 哦 潘老师 潘世文 他也是我的情人啊 啊对 真的真的 因为我除了王语院之外 还演王语院的妈妈 跟王语院的妈妈的妈妈 对 演三个人了嘛 姑母贵您乱杀人 和武林中人 其下很多仇怨 嗯 是啊 我跟她是一对的 我的妈妈跟她的爸爸是一对的 嗯 都是我 都是对 都是对的 有点 后来没有联系啊 对没有了 没有了 因为拍完这个戏啊 好像我们之后都还没有再合作过 哦 我跟你们三个也没有再合作过 没有了 没有啊没有合作 哦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在台上见面的时候 那一刻 其实我真的蛮 那种很激动 真的是很激动 彼此都是非常想念的 不光你们 想他们 很多在这部剧当中的角色 其实心里面也都想着你们 他们有话对你们说 你听听啊 哦 这边啦 这边啦 哎 不是 不要为难 两个都是我爹 我该怎么办呢 段大哥 没钱 瓜子一起吃 刀剑一起打 你可记得令啊 瓜子一起吃 刀剑一起打嘛 还有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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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酒 天天 我先来 快快 你请有力 这会自讨苦吃 飞过来 飞过来 还久不见 还久不见 老对头啊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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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喊你啊 姐夫 二十二年了 贝贝 你还记得二子吗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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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离开我 二十二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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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照顾我 也就是因为阿珠姐姐 你内疚也是因为阿珠姐姐 阿珠姐姐已经死了很久了 你为什么不能忘记她 你应该忘记她 我这一生一世 也不会忘记阿珠 别哭了 别哭了 本来我以为我不会哭的 可是一见面 对啊 你也把我弄哭了 姐夫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我记得在后场的时候 他会拿一盒纸出来 然后再折纸 记得 然后他就会送给我 还在吗 在我们相处的八个月当中 就是感情就培养起来了 真的像家人兄弟姐妹一样的 所以很珍惜这个缘分 能够拍到这部很好的作品 见到爸爸都没有那么激动 对 不是啊 爸爸你一点就没有变 我呢 真是想不到 22年之后 在这个王牌队 王牌队当中 跟我的女儿 孩子 情人 兄弟 熟人 见面 今天刚好是我生日 对 祝他生日快乐 祝他生日快乐 我希望我70岁80岁的时候 还有机会来 王牌队王牌节目当中 跟大家见面 你看我的耳朵 就是特别发装来的 我们吃午饭是吃便当的嘛 有一次我吃吃吃吃 后来吃到一个 那个不知是什么来的 一直就摇摇不开 后来发觉 这个是我的耳朵 这个秘密我保守了20多年 我不敢告诉人家 我怕人家笑 肯定 现在反正大家都笑了 我把它说出来 谢谢大家 这里都是我的前辈 只有一个人 是我的师弟 后辈 后辈 就是段玉了 《天龙八部》是他的第一部戏 然后我们俩有很多的对手戏 他还是我们娱乐组的组长 经常都会组织我们聚会 活动 烤鸡吃 对啊 烤鸡吃玩游戏 那部戏真的好开心 好开心 真的是我从云以来 一直都回忆深刻的一部戏 钟玲有什么想对段玉说的呢 段大哥 看到你的幸福肥 我就放心了 大理的伙食果然好啊 很开心可以做你的妹妹 谢谢 那以后你就可以跟我玩 不会不理我了 那时隔22年后 角色中的阿子想对姐夫说一句什么呢 如果有机会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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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再任性 我会听你的话 我会听你的话 阿姊 我们什么都不要管 有机会 我们离开中原 到说爱爱 每天骑马 痒痒 我们最喜欢的生活 只有我们两个 阿姊 好不好 完美的结果 谢谢姐夫 谢谢 谢谢 在我们的舞台上通过 这样经典重剧的方式 可能会弥补很多观众 心里的小遗憾 我想刚才那一幕可能就是 而那首快智人口的主题歌 我相信如果有今天在场的 剧中的角色共同来对我们唱响的话 是一个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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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的瞬间 这就是一特别特别特别摦 让我溇灭的 Präsident 所有人的东西有无论 我爱是给同一个共同的市场 我相信我们才问是 贪婚恨与装妄 人美正狂妄 飞山光河 春雪冰家里寻妄 冰花霸装 天气杀世人轻狂 凭这两岸与八卑华 千手关重方 天狐狐宣满满风水共河 这三岸满水增测血液茫茫 贪婚人家边有那女意情长埋葬 师父教师的名字我不清楚 不过他自称优谷客 你出手通缉我孩子 无非是想演老夫现身 都是阎王抵你衣袖高明 妙手回春啊 谁让你们得着阿祖姑娘的 你能破解我的棋局 一定深回非凡的智慧 万一让他看他画中认识我 请他一命呜呼 师兄的单轻妙别 怎么会画你的样子呢 我都一样的是赖着他 孟郎也会在这个时候回来 你能破解吗 你们高兴什么呀 你们高兴什么呀 只能妒忌 未能动人 三十年来你装聋作哑 可稀有的人 也没有花 冠证明依照武林规矩前来应援 女佬娜不想让你知道她的心理 是不会向敌人摇尾起来的 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当然就把她给抓住 一直囚禁到现在 这也好 那你要快赶上来啊 嗯 谢谢 有很多我们的前辈 老健友 朋友 他们都 不在这个时想 我觉得 我们开心之余 也把她们放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她们 也发了很多光 很多月 没有她们 这个心事怕不上 谢谢她们 谢谢为这部剧付出过的每一个人 在怀念她们的同事物们也该庆幸 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典的作品 所以这些鲜活的形象 可以通过这些老师们的演绎 可以永远地留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在这样一个时刻 可以让我们用最新的Vivo X27 来拍下大合影 用全新完善优化的拍摄功能 来发现更多的美 前面 你坐前面呢 你那么矮 茄子 二十一 好 欢迎大家进入到这个环节当中 在金庸的武侠作品当中呢 有非常多的大场面 所谓大场面就是武林纷争 在这想问一下梁老师 你觉得高手之间过招啊 哪些要素必备的 一开始肯定是实力嘛 那你实力相当的时候 就是勇气信心心心理素质 第二关 梁老师 您守护的王牌是 决战 光明岭 王牌关注是维扬 广角三摄控拳场 决战 光明岭 我们首先要比的呢 叫做暗箭南方 因为武侠当中啊 有很多这个高手 他是自带暗器的 这个暗器有小即大有远即近 和拳脚器界并称武学三大门 比方说金蛇镖 你一看这个镖 就知道是金蛇狼军 夏雪仪的暗器 还有的是带毒的 就是暗器上有附加值 比方说李莫愁的冰破阴针带毒 另外的附加值很丰富 比方带内力的 像这个生死符 这点虚竹应该了解很清楚 把内力辅到这个冰上面 扎到人体之内的 破坏你的内循环 还有的影天铜龙军里边 那个霹雳火弹 周知若时的 这个火弹随时能爆炸 还有现代科技的附加值 所以得用太极的字 把它画起来之后再扔出去 所以在金庸书里边的暗器 是五花八门 有很多现代的 充满着想象力的东西 所以那就看每个高手 如何找到一款 符合自己特征的暗器 好 暗箭南方规则 第一人以无实物表演的方式 将暗器扔向对方成员 中招者去表演出中招状态 然后由本队成员将暗器扔向下一人 依次接力 率先笑场者淘汰 还有谁不知道对方角色名的吗 等会 等会 角色名他是红旗公 红旗公 小农女吗 我还有说吗 这是小肥羊 从谁开始呢 杨迪 行吗 欧阳峰 都进入角色了 不要笑场 谁笑谁就输 我接下来要飞的是 张无忌接招 金蛇追 一定要表演出中招了 怎么就扎到你那儿了呢 哎呀 伸脚我的蛇 乔峰接招 祥文十八掌 我中招很痛苦啊 很痛苦 很痛苦 杂 杂龙律啊 杂龙律 结交 结交 咱俩结交了 没招啊 我用的是 玩笑半步针 上场了 他中招必须笑啊 因为含笑 阿凡提接招 人是欧阳峰 欧阳峰接招 哈 哈 琴花毒 我真的好爱你 好的 杨过接招 身死佛 身死佛 内力全损 这个什么 我应该 这招 是什么功能啊 这个 你问一下梁老师 这生不如死 呀呀 让我去死 洪气功 接招 给招吧 啥呀 早点 哇塞下雨了 天呐 到我了 来一个余魂大法 啊 你现在开始要听着我的话去做 起来 站起来 好 蹲着 起来 蹲着 起来 单脚 单脚 这时候人进入一个真实状态 你平常喜欢谁 这时你就会向他走去 对 去吧 这个晚会终于达到了最高考的部分 你们得大了 你也中了 你也中了离婚大法 我也中了 谁呀 没有 没有 洪气功接招 接着呢 给招 八荒六合 为我独 这个功力 这是暗器 这是天山同楼啊 这功返老还童 这招好 返老 返老 对 这招打得我太舒服了 好害哟 感觉人生已经打倒了高场 太棒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哎呀 哎呀 人家真会辜负好吗 对 我们这些三角九流 各位我要出生死符 杨过 又是生死符 看我这会儿是不是扎个刺 怎么会有刺呢 过来我看看 这不是 不是刺蛮难受的 真眼 哎呀 转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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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耗子在里边吗 自己出局 自己把自己逗乐这种 自己整出局了 有小龙女接班 耗子 耗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调风接招 小龙刷打 快 快 哎呀哎呀 挪的 给不给 给了给回了 给了 容过去了啊 盘龙了开始盘龙了 啊 嗯 哦 哎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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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哈 哈 啊 哎 哎 这个 不是我跟孤儿练的玉女星星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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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孤独 又正飞一个 只有一个是永远正不飞的 好 好孤独 刚才那轮 刚才那轮是属于咱们王牌家族 输了明显笑的人偏多 是的 下一轮将进入真正的实战 此刻光明顶就摆在 各位大侠们的面前了 这轮双方要完成的任务是 保护女生登顶 只有女生登顶才算成功 我们俩出去吧 甲梁不需要短缩 偶尔帮我撤一下 你们要保护好自己 这一局有甲梁好不好 那上手自帮我温哥 帮我温哥 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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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 开始 保护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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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女生啊 对 保护女生 我发现她们完全没有理甲梁姐 我发现她们完全没有理甲梁姐 甲梁姐爬得比谁都快了 但她比较安全目前 对吧 排场好准备发起进攻了 快点 不要 不要 攻击下来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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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了 快 阿姨 快点了 快 快 走 走 走 你 往上走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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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你了 来 抓住沈翔哥 抓住沈翔哥 不让她玩 啊 你让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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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唱歌啊 现在李若彤非常好 李若彤趋势非常好 居然只能靠贾琳一个人 快 快 贾琳走 走 走 花花 花花你小心 花花 花花你小心 花花 花花你小心 贴琳 啊 What 太快 哈哈 哎哟 我哎哟 哇 那样 又差点 忧出去 啊 终于发挥作用了 花花非常成功的 赞下了李若彤 这个表情非常棒 腾哥 腾哥保护女生 你爬那么快 干啥 甲凌妹妹开始往上爬了 保护女生 女生 女生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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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边吗 假灵放倒了四个人 我说了吗 人肉炸弹 人肉炸弹 上去 上去 他还有一个人 女生 现在他们的策略是浩铭 首先到高地上占据那个位置 你踩 黄黄 落入黄黄 马 dua 太 好 弹 еш 呆 cord 我 不 美 促 手 虽然来了 残游 博士 金庸群俱下队马上就要获胜了 来人了你们快 小 Speaker 快快快 胜现在 哦 带来 带住 乐 滚 澄哥马上就要 爬爬到人生的高峰了 漂亮 不好 现在 环伤王一个人 完全在半路上 干扰了对方所有的行动 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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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呀 腾哥对女人下脚 对对女人下脚 我相信腾哥这回老腾了 都要从你身上虐过去 风云突变 本来特别好的一个局面 加油 这体力消耗非常大了现在 谁咬牙坚持决战光明顶 最关键的时刻 谁能咬牙顶过去 顶过去 没可以的 试一下 没可以的 新兰 新兰 黄华 我方杰 黄华 黄华现在多结 真的是 下不下这个黑手呢 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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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华现在纠结 到底是下不下这个黑手呢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可怜 真的好可怜 真的好可怜 到 到了 到了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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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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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到了 好 好 好 别放手 别放手 好 恭喜金融群侠队 在保护女生的怀疑获胜 赢了 好 马上进入下一环节之前 首先 让我用手中的Vivo X27 透明悬浮感升降摄像头呢 完成一次特别棒的自拍 我特别喜欢看你们这个 落魄的样子 哈哈哈哈 好 把你们都带一起啊 3 2 在哪 1 1 欢迎来到全新的一个环节啊 金融剧呢 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 其实说到这个金融剧啊 想到的不光光是那些有血有肉的角色 跌宕起伏的一个剧情 很多剧里面的这个歌曲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引人入胜 抓人耳朵的 金融作品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影视剧的歌曲 往往跟情节结合的特别准 你包括《沧海一声笑》 再一个我们大伙熟悉的 《摄调文传》系列的歌 都是黄志安的词 顾家辉的曲 在香港叫辉煌组合 所以我反正我一想起来 《铁血带心》的旋律 我就想起我上学的时候 看的《八三百社交》 所以像这些歌 就是在我们肌里是扎下根的 也很难忘掉 那我相信在场的各位大侠 也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继续通过才艺的方式 向金庸武侠来致敬 你们可以从对方队伍当中 挑人来助阵 我们选周海妹 我们选周海妹妹 这一轮我们王牌家族队 选择了周海妹 进行合作搭档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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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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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也匆匆 拳也匆匆 狠不能相逢 爱也匆匆 人也匆匆 鸡心都随风 谎笑一生 唱谈一生 快火一生 悲哀一生 是一朵生死寓 你要不要 我醉一片朦朧 任何愿是困是空 我心一僵春梦 胜出一切成框 大眼榫叹 剩眼松松 凡可能相逢 快门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狂笑一生 长胆天生 怀活一生 悲哀一生 悲哀一生 谁我相思与光 不要碰我 他也匆匆 却也匆匆 梦梦相逢 爱也匆匆 黑也匆匆 一切都此后 狂笑一生 长胆天生 怀活一生 悲哀一生 悲哀一生 谁我相思与光 谁 谁我相思与光 金庸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知道是周海昧 来演那个周芷若的话 那在我笔下 他和张无忌的结局 肯定和原来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舞台上 给大家重现的就是 另外一种结局 我想问一下周海昧妹 你对于这个结局 你怎么看 很满意 很满意 刚才还有一对CP 也是这个杨国小龙女CP 这个也是献煞多少旁人的 是我们这一对吗 有可能是吧 有一张海报 特别经典 你们就来重现一下 那个经典的合影 我手里这部全新升级的 4800万广角夜景三摄 发现更多美的Vivo X27 可以把二位的英姿拍下来 而且 它这个夜景拍摄模式 特别棒 给你试试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场把灯来按下来 按到一个夜间的模式 来吧 Vivo X27 有超逆光 超夜景的功能 非常强大 拍的夜景好美 看不出来是晚上 非常的清晰自然 可见画面细腻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太细腻了 马上来到第三关 想问一下亮老师 这关您守护的王牌是什么 华山论剑 王牌关注神飞扬 黄角三摄控拳场 Vivo王牌对王牌 现在进入的是《华山论剑》 大家都知道 在金庸的武侠作品当中 门派众多 而且呢 每一派所擅长的绝学 也都各不相同 接下来呢 我们请梁老师哥们 来介绍一下金庸笔下 这众多门派 以及他们的特点 《费户外传》里边有天下掌门人大会 二百多个门派 那其实金庸写的是有识有虚 比方说他基本上按照 北宗少林 南宗武当 这个顺序没有改变 然后再加上青城 空铜 峨梅 这些个门派 所以金庸是这里边 识写当中有虚写 所以他底下的门派 就是个光怪陆离的武林世界 是 在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节目就为大家请到了 金庸笔下四大门派的传人 其中有一位不是真的 真假传人 谁能看准呢 欢迎他们 欢迎四大传人 欢迎四大传人 请四大传人分别用 一句话来介绍一下自己门派的特色 让你们有进一步的了解 好不好 从武当的这位道长开始 贫道田内阳 来自武当派 我们的始祖张三丰 是金庸笔下最长寿的人 好 请多指教 贫僧来自金庸小说中 出现次数最多的门派 赵林寺 赵林寺是皇家寺院 也是少林武术的花园地 大家好 频道李丁文 来自清晨山 道家的尊义派 当年金有老先生 冤存向我们清晨派道歉 他在他的天龙八卜 向外江湖里面 把清晨派解的都是反派人物 怎么瞎读啊 其实我们的独门决计 本不是下毒 我们主要是一个清晨派的尖 清晨派的医学也有研究 谢谢大家 我叫王超 来自峨眉山峨眉派 习武至今五十个年头了 擅长峨眉权 峨眉剑 峨眉通辈权 谢谢大家 这样 咱们依次来进行提问好了 就从武当派开始 武当派呢 我想问问 你们平时是什么练功的 自信点 平时你们都是什么样的去练一些招式 武功啊 他的特点是以柔克刚 以静止动 这样我教你做一点武当的儒门功法 叫龙有太虚 龙有太虚 你们听好了吗 记住啊 来我双脚啊 留位张开一点啊 然后看看啊 开始 右手内旋 右手内旋 好 左手外旋 转过来没 呀呀 手都扳不过去 我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 哇 怎么过来 哈哈哈哈 卡着了 哇 过不来了 过不去啊 你回去回去 回一点回一点 啊 回一点回一点 不是回不来 啊 回也回不去了 你还是回吧 啊 那为什么 他是怎么弄的呢 那为什么回上不去呢 好 那不行 就那个左手吧 啊 好 来啊 走 哎呀 三弟 右手内 哇 哇 哇 一个碗快空了 你哇 下次给你装开水 好 好 大师请坐 这肯定是真的了 谢谢 谢谢 好 好 再见啊 我先干为敬 嗯 哈哈 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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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清晨派 杨迪想问 这是你家乡的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之前 录一个美食节目还去了清晨山 清晨山现在对那种药物啊什么的 药膳什么的比较了解 但是我们经常看书里面说 打通认读二脉啊 通过调理 有认读二脉这个东西吗老师 人肯定有认读二脉 真的 一般来说 我们正常监控的人 我们这个认读二脉 都是通常的 嗯 我可有简单的一些方法 等下说 沾一个马布 然后吼三声 我基本上能够判断 吼三声 松先生 沾马布 哈 哈 行了 免了 那一次你就别加了 我怕你休克 很幽默 哎呀 啊 松先生 脸色稍微比较黑一点 黑是代表什么 干气 干表现 所以我感觉你的肝脏不太好 不过我就这么说一说 一个说得不太恰当的 请各位原谅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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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 呃 我想问大师 真的有 易金晶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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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寺 真的有 苍京阁和易金晶 您看过吗 易金晶只是少林功夫体系中 健身 养生的一种功法 她通过导引 按摩 吐纳 这种方式练习达到效果 谢谢少林大师 接下来是鹅眉 师傅 我想问鹅眉拍 从古到今 有没有女的掌门人啊 呃 没有 从来没有过 对 过去中国女人从北宋以后 开始裹脚 一旦裹脚之后 这女的想练舞她可就拿了 所以你从这角度来讲 过去任何一个武术门派 都不可能单一有女人组成 她一定是有男有女 而且男的多女的少 对 我们鹅眉派武术最早的创始人 应该是师徒玄空 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舞者 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创牌的这个是 郭湘女士 对不对 今天我写着鹅眉派主要是从感情角度来写嘛 他是郭湘 等于追了杨过一辈子 最后到四十岁大车大悟 创立鹅眉派 而且这里有一个特别吸引人一个细节 就是灭绝师太的师父 就是郭湘的徒弟 叫什么 叫风铃师太 我每次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眼泪都快看下来了 因为是郭湘当年在风铃渡口 第一次见杨过 结果一见杨过物中神 郭湘当时一辈子就耽误到这上面 所以他为了纪念这次相会 给他的弟子起名叫风铃师太 所以金庸书里边这些一往精神 埋包里的地儿 埋的是特别好 特别多的 我认为这些都提升了鹅眉派的精神状态 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他老先生 谢谢 还有谁想提问的 我就想问一下 武当是在哪一个城市 在湖北省实验室 然后那他喝的是哪一个浆的水 汉浆水 不是应该是丹江水吗 丹江是汉浆的一个库区 武当山是在我的 我生活的城市里 真的假的 你爬 你上去过吗 武当山 上去过 我每年都上 我去过 我都去过 你也去过武当山 有看到他吗 在武当山上 有看到他吗 在武当山上 好像 有遇到他吗 没有 人家是掌门人 你们亲意是看不见的 没有啊 武当林就是看掌门人 掌门站在最前面 你们看的是假的吧 是武当林有看见我吗 武当林有看见我吗 武当应该是真的 因为这个发型啊 这个你要不是武当 想找个假帽的 弄这个发型的不太好弄 好 接下来咱们要开始内部讨论了 内部讨论之后要给出今天最终的一个判断 就是哪一位不是真的 来来来讨论讨论 清醒肯定是 去出拳的手是这样的 出拳的时候大喊一手 一 这个中医生 没错 我就这么想了 中医生 那个少林寺一定是真的 一定是真的 他不是假的 我觉得他像佛学院毕业的那种 我觉得他这个理论的东西比较多 一般我觉得方丈都不见得能 记下来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不是不是方丈 两队分别由队长给出我最终判断的答案 我说清晨是假的 金庸群侠队觉得清晨派 不是真的这个传承人 不是真的 我觉得少林 因为我觉得从这个谈徒来讲 感觉少林最像 我反而觉得 哪有武当超像 武当我觉得他就是 那就少林好了 少林嘛 两队一边判断是清晨 一边判断是少林 麻烦四位请起身 三秒过后 不是真的 文派传承人的 向前一步 到底是谁呢 三 二 一 有请上前一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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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自武兰中医院大学第一副舍医院 中医院大学第一副舍医院 中医院大学第一副舍医院大学第一副舍医院大学 都是真的 我们掌声送给三位 谢谢三位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真正的这个清晨派第三十六代掌门人呢 是刘隋斌师傅 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武林高手 这轮获胜的是金庸群下队 好 现在三本武林秘籍都已经有了各自的主人 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终极验证 武林秘籍当中到底蕴藏着什么呢 来 验证起来 谁先来 既然他们是客人那就我们先吧 真讲理 王牌家族队特号宝典是吧 请开盒 打开看看多少分吧 几分呢 三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倚天屠龙记里 音速速临死的时候 要把张无忌叫到身边悄悄对她说 别是漂亮的女人 愿 愿会骗人 请问张无忌 也就是花花扮演的角色啊 花花 你被女人骗了多少次 呃 哈哈哈哈 辜负花花的只有张姐一个人 哈哈哈哈 这个被骗一定是和张无忌 有类似感情纠葛的 我想想啊 周海妹骗过一次 周 周芷若 哈哈哈哈 周芷若 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 小周 猪儿 呃 周芷若 还有 赵梅 还有吗 就四个吧 灭绝失态 灭绝失态 灭绝骗的那次确实有点失态 哈哈哈 到底几次 答案是 七次你往多了说吧 去不了 不知道 你说 你说几次 无忌 四个人吧 四个次 你再好好想一想 倚天同龙记里边 张无忌还曾经喜欢过谁 那这样 就算五次好了 对 五次 好 五次是给出的最后答案 好 回答 正确 哇 可以啊 他这五次 第一次是猪儿 骗张无忌 就说我原来是喜欢你的 后来是不喜欢你的 这是一次骗 周芷若不用说了 情节大家都知道 赵敏 之前多次骗过张无忌 然后小赵呢 一直在向张无忌隐瞒 她是波斯圣火教圣女的身份 第五次 真正骗了她那个人 叫朱九珍 那是张无忌 人生第一次感受到女人的诱惑 她是被骗的 无刺 无刺 误打误撞 拿到了三分 好 厉害厉害厉害 好 接下来 皮侠队 六毛 你们加功夫 我们来看看有几分 二 二 压分 两分题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题目 加油 好 请听题 金庸先生的作品一共进行过三次修订 在《世纪新修版》当中 有多处剧情进行了改动 请问 以下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剧情是假的 A 梅超峰对黄耀师有过好感 师傅 好 B 段玉出家 最终没和王宇燕在一起 C 黄荣年龄比郭靖大 靖哥哥 D 张无忌和赵敏最后成千 慢点 请选择 这个是真的 A 我听说过有这个传闻 段玉 你有出家吗 没有 他后来改的我不知道 还没看过 C跟D肯定 应该是对的 我觉得不是不会看 因为我曾经听说过 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 王宇燕跟因为母云福 本来是风 在第一个版本 后来他有另外一个版本 他说王宇燕不忍心 然后再跟慕容福在一起 那段玉有没有出家了 我就不敢 我就不知道 王宇燕和慕容福在一起 看书的人都能气死吧 可是后面那一半是 真正我听说过的 王宇燕 王宇燕对梅超尔风有好感 也有可能 可是王宇燕 王宇燕过程大吗 应该可以 是吧 那张无忌最后跟张敏澄清了 是真的 这是真的 怎么样 有答案吗 我猜是A 我猜是A是假 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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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老师 梁老师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看了金庸新修丁的 他的小说 有些地方情节的改动 远远超出我们当初的想象 有时候我们看了都不敢信 所以你们大胆的猜 B B B最大胆 好了 B了 那就B 我反对 B我反对 来 给我一个最终答案 听你的 A吧 你让我们感动 B肯定反对 A听你的 确定了 好 我宣布你们的答案是 做 最终 这道题的答案是 最后一个 这个里边 其实 像梅超峰他们 是打小 被黄老师收到桃花档去 所以说梅超峰 对黄老师有感情 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个呢 段宇出家这个 就是根据大理黄的 币位为僧 根据这个历史改的 第三个 黄龙比郭靖大 在新修订版里边 黄龙比郭靖大两岁 但最后一个 金庸不会这么写 因为金庸写小说 一贯喜欢留一个 开放式结尾 并没有说 谁跟谁一定在一块 所以这里错误的答案 应该是D 想不到 我们还ABC炒半天 没啥 对对对 接下来 巡侠队降龙十八掌 来 这个十八分呢 十八分 十八分 两分 目前两队比分 已经非常明显了 最终的获胜队 是我们的王牌家族队 那么接下来呢 王牌家族 将会得到最终的神秘宝藏 有 有请宝藏守护者登场 各位观众好 我是扎权梯 是金庸先生的二公子 我说我像金庸先生 我们站一会儿像兄弟 真像真像 确实像 当大幕打开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整个大屏幕后面 有这样三个书柜 你能先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吗 这个是我天真一位很好的朋友 马胸的真朝 十七年 总共十四部小说的不同版本 现在基本上市面上是不太找得到的吧 基本上都很难 然后这个就更珍贵了 就是江龙八博的手稿 手稿 就以前写好以后 就交给牌子坊的人 去一个一个字拍出来的 因为当时报纸上是日载的 对对对 每天写完就拿去让他们拍字 对对对 现在房间就是只有两份 楼全这个手稿 只有两份 只有两张了 所以就特别特别珍贵 你看这个 咱们现在很多观众朋友看 说金庸的书里头 也没有一个叫塑星剑的 塑星剑 我告诉大家 这个在香港出版的时候叫塑星剑 后来大陆在版的时候 金庸先生名字改动了一下 叫联成绝 哦 联成绝 塑星剑就是联成绝 这个版本已经非常古老了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 天龙八部的这个版本啊 这里面可能浓缩了我们太多人的记忆 浓缩了一个时代 在您眼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 从小就只知道八十很聪明的 看他的小说 真的他写那个 人性那个感情是真的写的太细了 金先生给我的印象 传统文化里有八个字 千千君子温润如玉 张先生您最后一次见到 父亲是在什么时候 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 爸爸走之前 一两个月我都是经常陪在医院旁边陪着他 我印象最新鲜就是 我觉得他的手的时候 就是通过手的那个交流 所以今天观点是特别难受 突然之间他就不在身边了 对对 包括在北安一定是很难暗藏的 我其实 去年18年金庸先生去世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新闻 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 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 然后 那会我正要起身走向洗手间的时候 我朋友突然说 他说 金庸去世了 那一瞬间我是在走的过程当中 我眼泪就往下掉了 他给了我好多精彩的一些记忆 金庸先生 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 我们也会跟随着一个又一个角色 去感受我们心目当中的江湖 所以真的今天 让先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狭义永存 先生不朽 他是造梦大师 用一支笔就创造了一整个江湖 他在几十年里笔更不错 写下一千万字 创造了十五本武侠小说 塑造了一千四百二十七个武侠人物 他的所有小说发行量 迄今为止超过三点五亿册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 他的作品翻拍而成的电影电视剧 更是多达一百二十六部 武侠小说经常在在下 这个下子不是这个我 下子也为了掀上自己的利益 也是帮助人家组织正义 我们学武之人 所谓的只不过是行侠仗 难道是天下第一 就对你这么重要吗 难道武林中就一定要有门派的吗 我小枫半身浪荡 是富贵如浮云 只望重了两地国泰名安 他是执笔感言的真正侠客 用一身侠气 成就了无数华人的英雄梦想 他不光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武侠世界 他还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武侠 我要多谢金庸先生 創作出这么多经典的武侠小说 感谢金庸先生给了我们一个江湖梦 他日江湖相逢 再当杯酒言欢 侠义有魂 先生不醒 侠义有魂 先生不醒 前些日子呀太后下了一旨要我呢主办上四节的赏宝大会 首先王牌家族队 欢迎古装演员队 这几位一上来搞得我们几个像艳品似的 是 我每天 我每天想着 这个世上还有我另外一个女儿 你逼我的 你逼我的 我们是什么时候变成了现在的呀 哇 哇 秦儿求见老佛爷 哦 哇 领追娘娘 领追老佛爷说 秦儿对不起她 秦儿 这声音太像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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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齐了 我不听你的话 我用痕迹地离开你 你是我 最最贴心的 秦儿 这一招一式 一拳一腿 都是要靠自己 磨练出来的 天下武林的王牌之争 才刚刚 一招一步 天下武林树 2